今天試車是寶馬的iX2 XY30 這輛是四驅的版本 還有今天我們有一個試車的女嘉賓 就是Momo 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是汽車台的女小偏 想不到今天成為了迪Sir的嘉賓 多謝你 邀請我一起來試車 好開心 全新iX2的主要市場對手就是 Audi Q4 E-tron 還有Tesla Model Y 廠方明顯是要透過SUV Coupe的 巧飽化外型 以寶馬一貫的運動風格 就要跟其他對手咬手掛 全新iX2有兩款型號 分別是單馬打前驅動的E-Drive 20M Sport Edition 還有今天我們試的雙馬打 四驅X-Drive 30M Sport Edition 全車具備多種M Sport標準配備 包括Adaptive的懸掛 M的Logo 還有前後輪圈上面 那個煞車卡片是藍色的M Sport版本 很聰明的 離遠就看到了 一路走到車尾 還有一個閃閃亮的黑色大尾翅 除了巧跑車的外型 車頭也配上更加型格的M2黑色面罩 前座配備運動型座椅 座椅採用透氣的掃皮夾 這是甚麼 是否真是Vegan Leather 你真是聰明 應該是 質地很接近真皮的柔軟度 軟不軟 不錯 不錯 亦配有細緻的縫扇 在中控台和門壁上 都有這些縫上的Vegan Leather 對 看起來真的挺高級的 好像愛馬仕那些包包 你看看Stitch 你還有多少個 OK 我看你經常都賣 讓你知道了 後座空間又怎樣呢 iX2也是一輛車仔的SUV 加上是Coupé-SR的設計 所以頭頂空間稍為逼勁一點 我的高度5隻 8吋半 就OK的 6尺那些就可能會頂 還有一個中央手枕 手枕的杯架 如果你拿著咖啡上車 喝不完 放在那裡也可以 膝頭位置 腳位那些都OK的 還有呢 發覺只有車向會做到 iPan比較直 現在這個真的可以坐在那裡 舒服很多 唯一可以彈的地方 就是坐墊 坐墊還是為了要偷位 令到腳位好像很闊 車廠的做法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 偷短一點 覺得這裡的腳位空間很大 但是坐的時候 除非這樣壓大隻腳 這樣就可以放著 否則就好像有少少這樣 稍為沒有那麼自然 但是坐後座坐兩個人應該沒有問題 嗚呼 我們看看尾箱 哇 相當之大 尾箱有525L容量 基本上放一兩個大行李箱 一個小行李箱都沒有問題 好像今天這樣 亂沙龍一樣放 基本上還有很多空間 但是如果放一些長型 大型的東西 或者將你放進去 喂好啊 所以試試看 要伸出右翼 就是要將後排的椅子 椅子摺平 我們先摺一下 以前我開開Mini Cooper 本身它的尾箱 你不要看它的車仔細細 都可以擺成兩三個大行李箱 甚至乎是加多兩個小行李箱 如果擺在前座 是擺相當多東西 我試過用它來搬屋 完全沒有問題 三個位置 嘩 拍下座椅之後 我們會有1400L容量 擺甚麼都可以 喂的Sir 是 擺張床墊 然後開了天窗 看一下星星都還可以 你也蠻懂得享受的 是啊 哈哈 但是我們要去試車了 好耶 來吧 來吧 好,第一段 我先試駕駛 來做乘客 我們感受一下 這架 iX2的X-Drive 30 四驅板 當然馬力大了 加速也會慢一點 好,試一下 大腳一點 大家準備一下 不要坐下頸子 我來了 2、1 嘩 哈哈 有聲 這個聲音可能還未特地做出來 真的假的 像摩托聲 好像有少少引擎聲 不好意思 那些東西馬上摔倒了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太感的那些 因為電動車全部都是電軚的 所以都習慣了電軚的 都覺得是快的 太盆的反應那些 變了扭軚轉彎那些 就是很聽話的這架車 但是始終我覺得它是一個SUV 就算是四驅 這個四驅了之後 因為我們駕開汽油版的寶馬 就很有後驅的表現 這架四驅版 我不知道另外一架 20就是後驅 單摩托 會不會像後驅車 這架就不像後驅車 好了 好像這些急一點 如果大力一點踩出去 通常後驅車 你會覺得尾巴是很緊的 是 但是這個是靜體 好像坐飛機那種 是 還有 剛才也說過 就是這架車很靜 的確是很靜的 靜到好像一個 靜到太靜 又未知道密閉空間 我們不會覺得耳朵是溫溫的聲音 降噪標 是啊 真的有點像 像那些廳和耳機的降噪 沒錯 我坐司機位置 我就覺得 我傳統我都喜歡 將座位較低一些 我覺得都 視野是很清楚 因為 A柱兩邊 雖然它都很操縱 但是也不會做到 阻礙著你看東西的側鏡 兩邊看一看很快 看到後面有沒有車來 我覺得都算是 駕駛車是OK的 但是唯一 對市有少少影響 我就覺得前面這一塊 中控台是挺高的 對 這個不是一個projector 對 因為等一下駕駛你便會看到 就是那個head up display 就是前面的 但是整體的車的位置 其實都挺高的 我想女生 換給你試試駕駛 看看你會不會覺得這東西 有少少阻礙你的視線 對 確實我駕駛就有少少覺得高了一點 因為你融入了我的椅子的高度 對 要不要調低一點 OK 少少可以 調低為甚麼 好像賽車手一樣 哈哈 有raising的感覺 我以前駕駛130也是 有這麼低調低 都會看見你的頭 是呀 咦 它那個動力回收是沒有調低 它這個很厲害 因為剛才調低了 是最強 難怪之一 我試試幫你選擇 一不給油的話 它就馬上停了 但我作為乘客又不是很強 哦 好 那我盡量駕駛得好一點 但沒理由用節能 節能就減少你的馬力 嘩 它真的很厲害 果然是313匹 我就騙開車仔 它是輕輕力 我都未 動車呢 又 我的電車呢 踩下去呢 都不太去 這部是輕輕力地碰一下 就已經超順了 嘩 好正呀 你介不介意說 你體重是多少 我說百多磅 一百二十多磅 那你都不會很重腳 我們那些 我幾多個 我一百六十多磅 從你四十多磅 我的重腳就真的很重 我就不習慣重腳的 只有駕駛我都不會的 你看我駕駛也是 是呀 都幾舒服的 我是專業司機來的 請我 我有些想睡覺 還有它開了按摩 我們剛才開了 對 很舒服 駕駛了一陣子 你覺得 是否容易抗促呢 很好駕駛的 是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給油 它也是 我不知道它這個 它又不是One Pedal 它不是真的嗎 這個標 這樣都不走五手 完全不覺得 剛才你這個不覺得上了八了 有嗎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就覺得 iX2 其實跟iX1 或者是跟他們的汽油版的兄弟姊妹 其實很多東西 已經有點不同了 駕駛很容易就適應 就像你剛才 我們說了很久 才剛好上車 我見你都好像很快 已經知道這輛車是怎樣 我剛才要摸一會 你連支波棍在哪裏都不知道 開頭 是呀 我覺得第一 這輛車很容易上駛 超熱上駛 因為駕駛試駛 其實挺容易掌握到 車的前座空間其實是不錯的 舒服的 而且我剛才說過 這個叫什麼皮 Vegan Leather 是 Vegan Leather 雖然不是真皮 但是真是我的 素皮 的觸感 不知道為什麼會譯成素皮 純素 我以為去了食材 不是 我作的Vegan Leather 好像真的叫做Vegan Leather 真是假純素 純素皮 因為現在什麼都說環保 這些可以循環再造 嗯 循環再造的東西就是這樣的 噢 但是呢 因為有些縫線 還有 我覺得廠在這輛車 裡面的內裝的finishing 是做得挺有高級味道的 沒有得挑剔 沒有得挑剔 那如果跟現在 以便宜取勝的 內地車廠的電池 你又試得多不多 我沒有試過內地車 下次找你試一下 那我覺得呢 他們很多東西 就是 拋出來給你的 大堆頭 包括甚至有些輔助安全 那有些品牌 甚至輔助安全 那有些品牌 到一個煩的程度 不斷有人發聲 說話 說話 雖然有一輛很好聽的女士聲 我不喜歡 不斷提你 你又不知道 後面有輛車來 哈哈 我想安靜一點 前面又不知道多少公尺 又不知道什麼 我想安靜一點 是 但是呢 這輛車 這些是做得挺好的 但是駕駛上 我覺得 好像沒有了傳統寶馬那種 那種 那種駕駛 味道 我看見斯文那些 不是 你看見我剛剛加速 它是 好像 狂野的 低調的 炮 我覺得 炮 低調的炮 它不是很wild 但是 它是 但是我喜歡wild 你喜歡wild 雖然是很快 但是快了 我們都不覺得 那個問題 你可以駕駛得wild 是 但是 電動車的wild 和汽油車的wild 我覺得是兩回事 我覺得你剛才駕駛得很wild 你問一下攝影師 是不是 哈哈 哈哈 那一刻 我都跟你說 是 好像飛機起飛 好像地板 好像地板 看看它的加速是怎樣 但是我剛才的加速 你不覺得是很 是 你是很循序漸進 我經常提倡 大家駕駛要循序漸進 嗯 這樣 你現在可以 跟著很無聊 所以 你先不習近 再и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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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 你 你 感谢观看